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好 我的名字叫Bjana Fidencia Zan 今天我要讲一个故事叫年的传说 年的传说 从前有一只可怕的动物叫年 他一岁就是三百多天 醒来就要吃人 一个神仙告诉人们 年最怕红色的东西和巨大的响声 年快来的时候 大家都把红纸贴在门上 还点着很多竹子 年看到红纸 听到竹子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就吓跑了 我们现在过年的时候 贴春联放鞭炮就是这样来的 谢谢